大家好,我是港區人大代表陳勇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書 尤其一些很有趣味性的 歷史類、小說類、傳奇、神話、故事 看得比較多 一開始覺得好玩、有趣 逐漸在裡面,隨著成長、讀書、星河 就會發現裡面其實很多故事、很多小說 包含了很多好心的道理 只是小時候未能完全看得穿、看得頭 隨著的增長、智慧的增加、知識的增加 不斷地重複看同樣的小說 例如《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戶傳》等 得著會更加多 而且還可以與現代的管理學、心理學結合 再加上還有一些偉人的人物傳記 都是能夠令自己既覺得有趣 同時又覺得有用 又能夠增長自己的知識 又能夠令自己以後的工作和事業 更加有這個基礎 今次我向大家誠意推介《西遊記》 相信很多朋友小時候聽過 孫悟空、《猴子王》的故事 但你又沒有裡面發現到 它包含了很多現代科學的知識 如管理學和心理學 我小時候看《西遊記》 都是看熱鬧的 覺得很有趣、很熱鬧 孫悟空、很棒、很想成為它 但越來越成長 尤其我在大學裡開始讀社工學的時候 裡面包括了心理學和管理學 尤其西方心理學的大師 他看到英文版《西遊記》的時候 你流眼淚 他說他窮一生研究的心理理論 中國人在明朝的《西遊記》小說 已經說得很通透 9981了 其實就是你心理強大的修煉 喜怒哀樂、悲歡離合 不是說轉就轉得到 是經過歲月的考驗 令你心理更加強大 同時另外一個 《西遊記》裡面的《世思徒》 孫悟空無所不能 就像總經理一樣 然後唐三藏是董事長 堅定的信念 朱八戒令大家很開心 沙和尚密密耕耘 這四個人的組合 保障了他西天取經這個事業 能夠穩步的成長和成功 從中大家可以可賭 現代化的高端管理學 你了解得更深厚 就會令到你未來的學業、事業、發展 你將來更加成功、管理、更加深厚 心理更加強大 所以推薦大家反覆地去看 令到你不斷地成長 不斷地強大 各位朋友仔 大家都聽過 《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眼魚屋》 即是說你的事業成功 找到人生的另一半 都可以透過讀書 達到你的成功理想 同時走萬里路、讀萬卷書 一樣令到你更加成功 所以又多讀書 我們的前輩教我們 扎根香港、空懷神舟、面向世界 這些人生目標都可以透過累積的閱讀 不斷地成功、不斷地實踐你的理想 。 《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黃金屋》 … 《書中自有黃金屋》 。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